随便一截 废弃地龙都接了这么多钉螺 你看 这个谁叫真正的海货放浪的 你看 好多水母 你看 还有钉螺 哎呀 八爪鱼哦 应该还是新鲜的 好多钉螺 你看这里的钉螺都没有人吃的 还有新口螺呢 你看 又来一条八爪鱼 都是这么小个头的 远看还挺像八爪鱼的啊 哇塞啊 今天好多八爪鱼啊 还有一条呢 看这个钉螺是不是很要过啊 哎这里这里 都是死的 看好多钉螺 接了十几条了 随便一截 废弃地龙都接了这么多钉螺 你看 这个谁叫真正的海货放浪呢 你看 哎呀 你看 哈哈 花蟹啊 可以带了啊 也不容易啊 这么大了可以吃你了 哎呦 死了 哎呦 活的呢 还在这里装死呢 太小了 哇 你看 这一只大哦 哇 哇 看一下 哈哈 靠近两只区这边的海货就是大啊 营养丰富啊 啊这个腿这么长 会赶得上我的大腿了 漂亮吧 死的青线 个头还挺大的 哎呀 我看到他从这里 这里爬出来的哎呦 我一说他又回来了 这只也够大了哦 兰花线 现在已经开始进海了 这些螃蟹是非常贵的 很难得的 哎呦呦呦呦呦呦 爽啊今天咬口服了 远看我还以为是墨鱼啊 这个形状像不像 哎这里 蜘蛛蟹啊 为什么 这么多你看 哎呦我都塞 塞到了 好多啊你看 我脚都塞到了 几千条鱼 我已經來到海邊了 好大的蝦 你看 就不幸抓不到你 好大 好大 好大的不幸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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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吓我一跳 突然看到了一只 今天的天气好爽 不要下雨就好了 哇的天呐 你看 差点就中招了 四脚猴 走了半天就找了一个死头蟹你还不给我抓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 黑雕掌太小了 哇塞 你看 哇 哇 哇 这么大的章鱼啊 哇 吸得死死的 你看 哇 你看 这是我第一次抓到活的章鱼这么大 这个个头没有五年是长不了这么大的 因为它是短脚 长脚长得这么大的话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是短脚的 以前装那些不是这么小的吗 这绝对是章鱼王啊 很老了 就发财了发财了 嗯 出来 哎呀 石头蟹 哇味道很重 我估计附近可能有螃蟹 这肯定是螃蟹吃的 丢到海里面喂鱼啊 哇那里排着对捕鱼啊 哦 哇哎 这么大的霸主鱼 今天收获了一条超级大货 你看 这是太小了 都是青口螺 一串一串像葡萄一样的 啊这里这里看得清楚一点 太小了 哎呀 不可哩 哎呀 哎呀好大的皮皮下 哎呀出来 这条也挺大的 哎呦 刚进来这边就 发现这个家伙下我一跳 太小了 啊 底下都是王角来的啊 嗯 啊都是刚刚这皮皮下 我这个是十几宫 都还没到特别炎热的夏天 都已经很难受了 这个天气真的是太晒了 继续啊 哎呀 哎呀 哦 哇哎 这么大的霸主鱼 今天收获了一条超级大货 哇 哇 这个力气真的很大 啊 放下来可能才看得出来有多大 你看 还吸着我呢 哇 我这几条腿都不得了啊 哎呀 哎呀 十九宫 这种鱼呢 它个头也是小小的 它的味道吃的有点像石斑鱼 我们这里不多见 走吧 哎 哎 在往里了还跑 哎呀 再小一点 哎呀 还慢啊 没有穿靴子不好 我怕被它咬了 啊 你看 隔在这里 我就想把它丢出去 免得再推干一点 它就死掉了 因为太小了 最无霸 哇 你看 它把东西都吸在它肚子里面 像这么大可以卖八十块钱一斤啊 你会猜一下长得这么大 得多少年才长得这么大 老章鱼来的了 哎呀 哎呀 哇 哇塞 死死的长着 随时挣扎呢 快挂掉了 黑雕仔哦 我怕它活不了 还是把它带上了 这里 花蟹 嗯 哎 金光仪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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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驾行 哎 哎 试驾行 嗯 嗯 小小小的 小小的 没精神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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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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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哇塞 直死的尝着 差点压到 难怪人家叫他海底霸王 你看 看到身边的膝盘没有 吸住你的话 你想逃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说战斗力比杀疑都厉害 很少有见过这么大的章鱼 还能活的 音息太好了 哎呀 发骰了发骰了 哎 你看 啊跑了 躺下来的 那那里 一转眼又不见了 南华蟹来的 死了 带回家喂鸡了 今天的收获是100个满意啊 这条章鱼王最低估算的有80块钱一斤 哇 还非常凶猛 一窝都八爪鱼 你看 白白的肉 很漂亮吧 它的呼吸孔永远都是朝上面的 杀鱼 哎呦 还活的呢 我们这附近很多这种鱼 因为我看到那个人他专门就是钓这种鱼的 有特别的钩子钓这种鱼 12345 这些洞都是鱼打出来的 最潮了以后就呈现在这里 还有八爪鱼井哦 嗯 挂掉了 这还有点利息呢 天气冷了 是狼叫 人家说海洋界的爱因试堂啊 说他的智商很高的 看到他那些爪子上面都吸盘了嘛 每一个吸盘他都能受控制的 还活的 很不错 有鱼啊 别跑啊 冰宫鱼来了 这种鱼虽然很小 但是它的是很硬的 所以它的攻击性很强 蛮好吃的就是太小了 那 уд 知道 筋骨鱼咬毒的 背后面的那些是渣的话 会肿会痛 太小了 这种也很贵的 河豚 死掉了 终于发现亮货 像不像上市抓的美银鱼 也是红色的 这种鱼叫钓鱼 不管是用来煎还是水煮 味道都是遗留的 我是第一次抓到这种鱼 是活的 还不错 哇 你看 想不到还有黑雕 冰公鱼 太小了 哇塞 一窝都八爪鱼 你看 还有一点呼吸哦 哎呀我今天中奖了 哇 还有没有 他最喜欢躲 这些东西里面 还有瓶子啊 贝壳啊 这炉胎真的是从来都没让我失望哦 是的 今天有口福了 今天有口福了 想不到 这么小的龙胎里面 还有一窝都八爪鱼 以前比这个大十倍的龙胎 谁 才种了一个心蟹而已 这龙胎真的是我的祭宝盆的 这是什么鱼啊 这是黑鱼 吃个宝宝 这样子就这里呆一点 哎 今天的话还挺多的 就是太小了 大哥 不要跑嘛 也不是很大黑鱼 伤筋的时候回来找我啊 哎 还装死呢 沙醉 鱿鱼 黑鱼 大鱼 这个力气还很大 冲手冲手 今天的天气太舒服了 这个就是我平时 抓的鸡尾虾握沙子的那种 这个蛤蜊正在撞沙子 哎呀 看到没有 这边是它的呼吸孔 平时看到它装在沙子里面还能喷水 就是从那里喷出来的 看到了吧 平时我遇到它的时候都已经是这种状态了 像这个就是完全握到沙子里面了 你看一下 对吧 很好用的记号 这个 白白的肉 很漂亮吧 它的呼吸孔永远都是朝上面的 这个也是对不对 你看它的呼吸孔 这里 看到这个吗 这个呼吸孔在这边 锁进去 哎呀 喷水 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刚刚搁舔的 所以它就还没醒到沙子里面 你看破口水 都是蛤蜊这里 好多 这还有小的 天东也不要紧了 天东也不要紧了 天东也不要紧了吗 好久都没看到这种鱼了 是不是很丑啊 有点像骷髅 像变异一样的 看那种科幻片里面的主角 就是这种生物 对不对 挺像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冲 今天不知道找回事 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 找到螃蟹 我还带了不少工具过来呢 结果一只都没有收获 真的是 好了 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难怪人家说 它是海洋界的爱因斯坦 这条鱼仔都被它捕捉了 你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冲 我已经来到海边了 走吧 干脆少了特别多鱼仔 这丁公鱼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鱼 把它换了 呦 我以为这么大的海白呢 又来一条哎哎哎哎哎哎这里哇怎么这么多哎呦哇哎 你看哎呀呀跑了跑了啊 这条鱼仔刚刚做了就特别的多全部都剩下这里了 好白的浪花 哇 这个潮子都不大 你猜这底下有没有海货了 少水漫过来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东西攥在里面啊 海货 你跑海货 看到你了 哎哎哎哎哎 找一颗美银质啊 还挺漂亮的啊 哎我今天太难了 找了半天也没找一条大的 这条就先留着吧 你看今天都是小的 这里是活不了的我要把你放了不要跑 为了救你我还差点滑倒了 小的跑了 这小的赵潮仙呢 这么多丁螺 漂亮吧 跑干净的沙子啊太漂亮了 不要跑啊不要跑啊 好多海鸥啊 差点就没看出来啊 差点让他跑了 花曼狼子鱼 今天也这样带了今天真的是太长了 没啥收获 里面有货 八爪鱼 不过已经死掉了个头小小的 带回家用盐巴抢救一下 看还能不能吃啊 今天我真的太难了 哇塞 你看 哇 还活的这条鱼 难怪人家说 他是海洋界的爱因斯坦啊 这条鱼仔都被他捕捉了 你看 这上面真的是太难见了 这八爪鱼长着这条小鱼 这是定工鱼来的 扯都舍不出来 哎哎哎哎哎哎 哎呦 你看 不见了 那边不见了 可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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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这么厉害也被搁潜了啊 来 来 跑 嗯 这种鱼是群居来的 一群一群摇过来 所以就被割牵了 不找了肚子好饿 找了这么久才这么挤 我也是醉了 今天的视频就有新分享到这里 感谢我们收看拜拜